那这一个字呢 下面是一个泉水的泉 上面呢 加了一个场 这是一个合起字 是圆 这两个符号呢 那下面里面这个符号 就是泉水的意思 这是没问题 上面这个符号 在前面我们讲石字的时候 石头的石 讲这个字的时候 提过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呢 表示悬崖的意思 就是说 这是一个悬崖 下面落下一块石头来 那现在我们把泉水 放在悬崖下面 它就变成了圆字 那这个圆呢 就表示 泉水发源的地方 相当于后来 我们带三连水 这个圆字 表示源头的意思 书西有一句是 问驱哪得清如许 未有源头活水来 这个源头活水 就是这个水发源的地方 那这两个字呢 这是本字 就是说最早这个字啊 是按照不带三连水写的 后来呢 这一个字啊 按照它造字的本意 表示源头的意思 但同时呢 它也表示抽象的 原来的意思 比如说祖词 我们祖原来 原来就是本来 再比如说 原原本本 原来是本来 原就是本 最开始的地方 本呢 树木 刚开始涨的地方 所以本呢 也是开始的意思 所以我们做生意 有个本钱 本钱是最开始的一笔资金 是事情发生的 开始的因素 我们叫做事情的原因 那无论表示原来 原本 原因 那这个源呢 我们使用的是 源的抽象的意思 是它的隐身的意思 古人呢 为了区别啊 抽象 原来 原原本本 原因这个意思 对于专门表示 水的源头这个字 又加了一个三连水 做了一个派生字 这样呢 我们就把抽象 表示原来意思这个源 和表示源头的源 分成了两个字 这是这个字的 发展的过程 有的朋友可能问 说为什么 在这个字里面 本来泉水 泉 是一个白水 下面是水 但在这个地方呢 是个小 这种情况呢 就于 汉字 在演变的过程中 因为泉水呢 它表示的是一个 会意识和水相关 这个源呢 虽然也是表示水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在里面 它有时候呢 有些讹变 汉字的 书写的辩解性 也对汉字的 造型 有些影响 这是它发展的过程 这是它发展的过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